Hello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台灣藝人何以奇在臉書上發出了 中國寄送給他的邀約 主要內容是介紹中國風土人情、兩岸差異等等 邊玩邊賺錢,但是他拒絕了 他也說過他曾經在鍾明軒拍第一支影片的時候出來幫他講話 而我也是鍾明軒去了北京那次 我也站出來幫他講話,對吧? 呼籲大家讓子彈飛一回 但何以奇拒絕了,說自己答應下去會變成工具人 簡單來說就是會變成有被利用價值的笨蛋 當然,何以奇也附上了對方寄送來的簡介與範本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具體時間60秒以上的視頻 每個月固定時間 對大陸的台灣KOC KOC就是這個品牌價值之類的消費者意見領袖 本人在大陸的更好 平時有評論時政類的更佳 你說這有沒有統戰性質? 當然啦,你沒有這個討論時政的也可以 旅遊類的吃吃喝也可以 但是你有評論時政的 你有曾經評論過時政的更好 這個用意在哪裡? 大陸風土人情 熱點話題 兩岸差異 政治歷史旅行介紹 注意啊,他下面附了一個範本影片的連結 大家把這個連結點進去 輸入進去 會得到什麼連結呢? 嘿! 舔共大將韓國人啊! 大家應該對他不陌生吧 在韓國瑜參選高雄市長之後 韓國人崛起了 在韓國瑜參選中華民國總統失敗之後呢 韓國人轉而跑到中共國去發展 從一個中華民國派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派 當然他有時候要統戰的論述也是學國民黨嘛 一中各表嘛 對吧 都是中國人 這種模擬兩可的方法 那他也跟很多啊 中共網紅要統一台灣那種網紅 什麼磊哥那些拍片 痛罵台灣 讚揚中國的發展 當然他跟台灣表妹也非常的好 那我是懶得那時候韓國人了啦 海外反共的 聽清楚啊 反共的海外中國人 蠻多都是討厭他的 例如一些網紅啊 陳老師啊 劉大勝啊 公子沈那些人 而韓國人也曾經拍片罵過這些反共的中國人 那你就知道了 範例影片都已經傳了韓國人的範本 有部分去參加 中國吃喝喝拍拍的 呵呵 是沒有統戰價值的嗎 當然韓國人為什麼沒有被抓 那按理來說 收中共的錢啊 違反了台灣的相關法規對吧 那這就是我說的啊 中共會透過民間公司 去跟你業配 例如業配這個產品應該是1000塊 舉例好 那中共 就會讓業配公司加價成23000 剩下的差額中共國台辦 中共統戰不出 當然這些不會跟你講 然後你就會單純以為 這是中國廠商的業配 跟中共官方無關 所以有千百種 規避這種法規的方式 當然中共統戰的手法千其百種 這只是其中一種形式 另外一種形式還有啊 因為你是外國人的身份 雖然中共嘴巴上不承認你是外國人 但大家心照不宣嘛 不管你內心認不認同 台灣是屬於中共國的 只要你不拒絕那就有機會 就跟吸毒師一樣的會上癮 中共會讓你感受到在中國的一切都是偉大復興 會給你開很多方便的快車 讓你體驗人上人的感覺 這裡也解釋為什麼很多舔工的人看不到 為什麼我17年去參加大學生影展的時候 為什麼現在很多直播平台的 影視公司的主管跟招聘人員會直接在那邊面試台灣人 我們就跟他談 為什麼我們可以直接跨過那種中國事務 10個人幾百個人爭一個職位的那種內捲 為什麼我們可以 那我們自然而然會覺得 我們在那邊是人上人啊 所以他們就會漸漸的漠視中共 破壞底層人權的事情 他們就會視而不見 例如啊 當你一旦開始賺了中國的錢 你被問起 嘿 前幾天不是有一個新聞嗎 破壞我們台灣男同志的攝影師啊 那你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這個時候啊 我如果想要繼續在中國發展 我就會說 沒有啊 我只是去那邊旅遊的啊 我們把課題分開啊 我不評論這些 因為我不講政治 通常來說 如果你不想在中國繼續發展 你不想賺紅錢的話 正常的邏輯會說什麼呢 哎呀雖然我只是去那邊旅遊的 但是發生這種事我很厲害 因為我也身為這個LGBT的一份子 我看到這件事我非常的外喜啊 所以呼籲台灣人去那邊的時候要更加小心 對吧 你應該要講出這類的言論 結果沒有 你反而是直接跟六四一樣去忽視這一段 甚至去洗白這一段 那就心臟不宣了吧對吧 那還有一種統戰手法就是 利用 例如讓你去做壞事 讓你去納投名狀 譬如說帶你去找小姐 然後呢 把這些都拍下來 或是啊 讓領導的那些層級的人 帶你去玩 帶你去happy happy 但身邊呢 都是他的人 讓你約一個 代價很高的泡 事後呢 等到他需要你做一些事情 那這些事情可能會抵觸你心中的價值 這個時候他就會說 嘿你前幾天啊 你去年來我們大陸的時候 你不是有去找小姐嗎 你看 影片照片在我這裡啊 你不按我說的做 我就供不出去 我們不想把關係到那麼差 所以你最好答應 你現在答應你還有一些錢可以拿 你若不答應你連錢都沒有 我還會把照片公布出去 這是你希望看到的嗎 這個時候你怎麼辦 最常見這種手法是對付台灣的哪些群體呢 例如退休的台灣軍人 去年啊 上過我節目原本是非常舔共的 台灣台中人啊 在經歷了上海大封城 四月之生之後 被鐵拳了三次 被抓到派出手兩次 一次還帶入到精神病院 他也只是在網路上 批判了 聖上 而那個時候正直封城期間 所以呢他被帶去派出手 被排問你是不是台灣派來的間諜 最後一次被抓到精神病院 那 那個時候 很巧的 跟陳老師一樣 中國那個時候 特色管理 很混亂 陳老師也是這樣 逃去韓國的 那他也說過啊 他曾經參加過山東的統戰團 當然名義上不叫做統戰團 晚上領導都會怕一些人把一些 劍走偏封的男孩子啊 帶去找小姐 事後啊 威脅你 我也擋出事 他的訪談啊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回去看我那條影片 像是韓國人啊 台灣表妹啊 這種在台灣已經沒有任何統戰價值 大家 仔細去看的話 好像有一些 有一些 這個模板 參考台灣表妹 或是韓國人的這種模式 只是 言論還沒有說到這麼誇張 但時間會證明一切嘛 當然啦 是希望有些人可以 馬上收手 在你還沒有陷到那麼深的時候 在你言論還沒那麼誇張的時候 及時收手 那台灣表妹那些人啊 他們只剩在中國平台 給那些打螺絲的粉紅啊 內檢嚴重 在北京找6000月薪 還要二面三面 四五十個人 搶一份工作的那些人 一點慰藉 他們在台灣的平台 已經沒有市場 所以 中共這次看到 如果我們向台灣表妹 像韓國人這麼明顯的 下去統戰呢 台灣人會反感 那我戰略上要怎麼做調整 所以大家看到了 現在的統戰模式 為什麼跟以前不一樣 那我也不是說 去中國拍片的 五六十個網紅啊 都是會被統戰了 都是會舔共的 這五六十個人 哪怕是後第二次 第三次 成功留下來 兩個 中共就成功了 所以我們還可以發現 同一個時段為什麼一堆台灣紅 網紅去成都拍片 事實上啊 不只台灣啊 我馬來西亞的粉絲 還有住在英國 意大利的中國粉絲 也跟我說了 好像也差不多在三月到五月期間啊 我們那邊有好多一些當地的網紅 英國網紅 意大利網紅 馬來西亞的網紅 跑到成都去拍片 說 你看啊 中國美食好好吃好讚喔 發展很棒耶 很自由很安全耶 當然對每個國家不同的網紅說法 有不同程度的統戰價值 對於大馬還有台灣可能就會主打 中華概念 對吧 那個中華概念很廣 只要你有提到 循訓漸進的 慢慢的 都可以 比如說中華美食 中華民族 中華一家 去模糊一些 政策對吧 那針對歐美的可能就是主打什麼 你看 這裡看不見流浪漢了 這裡半夜還燈火通明的啊 還可以吃個唐山燒烤 入個串 喝個雪花啤酒 再說一次啊 去參加中國的交流跟拍攝活動 沒有任何上的法律的錯誤 沒有 但是希望大家要有一個前提 台灣的環境不是可以讓你高整 無憂的環境 像什麼 美國啊 還有西歐一樣 可以讓你 有一種 極左聖母的環境 去糟蹋 我們的民主 當然啦 歐洲這次大選 右派為什麼會 逆轉局勢 在這裡呀 又成功拿到更多席位了呢 這裡就不再贅述 歐洲細節的什麼 能源政策 移民稅收的問題 太複雜了 有機會大家想了解 他國國際的情況 我再另外說啦 而中國並不像 歐美那樣是一個正常的憲政民主國家 昨天我也舉例過了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軍隊的政黨 全世界 甚至他還有北韓 是可以有政黨軍隊的 軍隊是聽命於軍委主席 並不是國家主席的 所以我們可以從 毛澤東 鄧小平的例子 得知 只是從江澤民之後 三位議題 把軍委主席 國家主席 黨的領導 歸在同一個人身上 獨攬大權 所以會給人一種錯覺 解放軍 應該就是聽總統的 就是聽國家領導人的 錯 在中國 是聽軍委主席的 只是國家主席跟軍委 主席 剛好是同一個人而已 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還規定人民可以結社遊行抗議訴求 事實上 抗議中共的大遊行 從1989年64之後不存在 白紙運動雖然有機會 但很多人在這個事件平行之後 領頭的都被秋後 上個月 被羈押已久的夏朝川 才逃離中國 到日內瓦 人權峰會上演說自己的經歷 難道他造謠嗎 他去日內瓦的會議 當全世界的面前造謠嗎 當然韓國人跟台灣表妹 都喜歡玩時間差 當四月之聲上海大封城結束之後 他們才跑回上海拍片 你看 台媒啊 外國媒體都黑白狗 哪有封城 哪有破壞人權 哪有把人的大忙撼死 哪有買不到的菜 你說破壞人權的話 為什麼現在上海有人 所以基於上訴的前提 請不要 把 去中國旅遊互歸拍片 這個行為 當作是去日本 歐美國家 一樣同比概念 差太多了 歐美國家的民間組織 公司組織 沒有黨支部 政府也沒有能力控制民間團體 作為幌子 中共對台灣文攻武嚇 想併吞台灣這是事實 在國際上打壓這也是事實 如果你們連這些前提都否認的話 我真的覺得 沒什麼好談的了 你跟我說哪一個國家的 宗教組織裡面 要有中國共產黨的黨支部 你跟我說哪個公司媒體裡面 會有中國共產黨的黨支部 哪個國家的外賣團體還要成立流動中國共產黨黨支部 請問烏克蘭網紅如果跑到俄羅斯拍片 表面上雖然都是旅遊美食 但是 慢慢的會 講一些稍微可能幾句講什麼 咱們都斯拉夫民族對吧 我們以前在同個國家的呢 基輔羅斯啊 大家放下仇恨啊 你對烏克蘭人說放下仇恨 不好意思 他們現在是被侵略的 俄國美食好好吃 你看這裡的警察都很棒啊 不像這個烏克蘭政府說的 在這邊會被亂抓 俄羅斯警察看到我是烏克蘭人 對我很nice 對吧 他不會因為我是烏克蘭人 宣傳烏克蘭獨立就逮捕我 不會 然後就慢慢偷渡一些政治的概念 所以前提要搞清楚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在處於戰爭狀態 不然停戰協議在哪裡 你早給我看 不是說現在看似好像 三四十年沒有戰爭 就代表我們不是戰爭關係 我們是喔 1935年到1945年期間 如果 有一個波蘭的網紅啊 或是波蘭的 名人啊 在波蘭國內宣揚德國其實對我們沒什麼敵意啊 德國有釋放出很多善意啊 德國都很棒 發展很猛 你看 德國從一戰 簽訂不平冷條約被打爆之後 自從希特勒上台啊 經濟大復甦 為什麼波蘭人還對德國有敵意呢 跟德國一起偉大復興不好嗎 我宣傳了德國的景點美食 我錯了嗎 我宣傳他們的慕尼開啤酒 我錯了嗎 德國警察對我也很好啊 我也看到了德國街上有猶太人啊 在德國生活的也是非常的不錯呢 甚至比我們波蘭人還好呢 我沒有看到集中意呢 為什麼你們要見不得德國的好呢 抹黑德國 結果1939年9月1號 看到德國全面入侵波蘭 此時畫面一轉到法國 法國一些人看到波蘭被入侵還說 那是波蘭挑釁 對吧 德國還是發展不錯啦 從一個一窮二百 通膨嚴重 對吧 把這個馬克 拿去當財燒 這樣的一個國家 花了10年左右 就超音感美 美國怕了 結果1940年5月 法國被入侵 很簡單啦 中台兩國的國情 跟他國 不一樣 今天即便是日本旅遊觀光局 這是日本政府的吧 即便今天日本政府出資邀請 台灣啊 美國網紅 拍片宣傳 日本的大阪 譬如啦 你覺得 美國人民跟台灣人民會反感嗎 90%不會嘛 因為人家日本沒有表現出任何 文攻武嚇要去 收復台灣 要去 打美國 然後宣揚說 美國人也是大和民主 對吧 日本沒有這樣啊 但是中國有沒有 中國有 所以我們不要把中共國跟 歐美日韓 作為同一個比喻 今天如果一個耳男想要強娶你 他還曾經打過你爸 打過你嗎 搶過你爸的祖產 他現在住的家 就是你爸以前住的家 就是所謂的大陸地區嘛 然後他現在看你長大了 想要強娶你啦 你不同意 結果你爸媽此時還跑過去 他們家參觀 以前自己的家參觀 所以你看 自從 我們家被耳男搶走之後啊 自己的還是不錯啦 你看 我們以前的這個管家 以前的那個親戚 還住在家裡面 生活過的還OK 他們的那個 微信打卡 都是美食 你看他們拍的抖音都跳 小姐姐的舞 好水喔 只是啊 你不能在家裡 說一些違反家鬼的事情 至於是什麼違反家鬼 這不好說啊 女兒啊 他們家還不錯啊 環境也很好啊 要不要嫁 你自己想清楚 但爸爸我不強迫你 但我們啊 可能偶爾會去他們家 拍片打卡 讓你慢慢的認同 但我們不會強迫你喔 你也不要覺得爸爸有收錢喔 爸爸沒有收他們的錢喔 只是他們家清潔工的女兒 給了我一個 業配掃地機器人 希望我去他們家 開拍箱影片而已啦 女兒啊 你不要誤會爸爸 不要想太多 我們跟那個 爾南沒有關係 請分開來看 捷克斯洛伐克 跟匈牙利等國啊 在蘇共期間 也是這樣慢慢被玩的啊 對吧 從民間到政府 都是被蘇共 滲透利用的嘛 還反過來破壞自己的人民 都是循勛漸進的 難道我們希望走到最後一步 再出來說 你看我現在才要出來提醒大家 那個時候我們要付出的代價 成本不就更高了嗎 蘇共啊 那個時候也試圖 偽裝自己很自由民主 都是歐美在造謠 抹黑蘇共 然後一堆 歐美民主的 二代年輕人 當時也會很認同 去罵自家政府 因為他們 就很看表面的東西嘛 他們就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抹黑蘇聯 他哪有要入侵我們美國 他哪有入侵歐洲 沒有吧 他哪有要統治法國 你想太多了 不要什麼事都扯到蘇共 抗共保美 都騙人了啦 假議題啦 說幾年了 所以這個時候 相對 制約共產黨 蘇共的 麥卡錫主義就出來了 麥卡錫主義很簡單啦 簡單來說就是用 不充分的證據 公開來指責 對方政治上的 不忠 或是顛覆 或是利用不公平的 調查或是指責 來打壓反對人士 你也可以理解為一刀切 寧可挫殺100 也不放過一人 那現在看來說 會非常的荒謬 對不對 但是在面臨這種 共產黨會利用 偽裝的平民 組織啊 團體去滲透你 可能100個裡面只有5個是 當我們要查這5個的時候 我們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跟代價 而 共產黨沒有這個成本 所以在當時的時空被子 之下 大家有沒有更好的 選擇去防範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但如今已經是2024年了 跟過去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台灣的執政黨 也沒有因為 我們受到了中共這樣的招數 而去立了一個 麥卡錫主義的法規 對不對 搞了一堆聽證會調查 那些被指控 你是不是有這個 收中共的錢 你是不是有這個 被當有利用價值的 笨蛋的美國人 台灣人 我們現在沒有這個法規 是吧 而且 台灣跟中共的體量 差距是過大了 不是說像 蘇美那樣差不多的體量喔 即便如此 我們還是在法規上 沒有搞這個麥卡錫主義 對不對 反而是誰要立這種 聽證權 調查權 然後跟我們現在的這個 監察院有 衝突有矛盾 是國中兩黨 所以我們為了不走傷麥卡錫主義的反共一刀切 我們要付出的心理跟社會成本 是非常龐大 而且他們是沒有成本的 大家請記住這一點 我們能做的事就是告訴大家 中共的統戰手法 至於是不是 去那裡拍片或是參加活動的台灣人 都是舔共的 都是被統戰 不一定 中共也不會這麼傻 全部 的活動 可能市場裡面只有兩場 是統戰的 這樣就可以了 那其他參加八場沒有統戰活動的台灣網紅他就會覺得 你們這些反共的網紅是不是只會抗中保台 明明就沒有舔共啊 你在造謠啊 因為他沒有感覺到自己被統 他也不知道中共統戰的是什麼 所以輿論也會倒向中共那邊 我再次說明 不是說去的人都會意識到自己 是不是在被統的 拜託你們 不要把統戰想的就是說 統戰不是一個人 帶著黨旗 然後說我是共青團的人 我是中國共產黨的人 來這邊有一筆錢 拿去 拍片 沒有人在這樣搞統戰的好嗎 而也不是說去的 比如說10個人裡面 10個人都是統戰 你要去了兩次 三次 四次 你慢慢打開這條 通道之後 就跟吸毒一樣 這是循序漸進的 那剛剛那些手法我也都講過了 如果所謂的 兩岸和平 互相友好 這麼簡單的話 不會有人出來反共 不會有這麼多反共的中國人 回不去中國 不會有這麼多反共的中國人 要被迫 走線去美國 兩岸和平是這麼容易 可以靠旅遊拍拍片的話 陳老師那些人 不會被迫流亡到美國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爸的下次見 掰